欢迎大家回到周易概论的课堂当中 在上节课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孔子在细词当中对于周易的一些解读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儒家 他本身的思想与周易思想 那么文词之间的一种交融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交融之下 实际上通过儒家的这样一种解读 那么将周易的文词 与现实的社会人生产生了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那么有关于细词当中 那么部分内容 那么同时通过我们的介绍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那么对整个细词对于周易的理解 做出一个总结性的把握 那么下面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那么我们先来看下一段文字 那么这段文字是 那么在细词传当中 孔子来解释 匹挂的这样一段文字 他说 然后最后是引用了 匹挂的这个谣词 来进行这样一个解决 那么从这段文字当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么这段文字 周易当中的解读 以及孔子对周易文词的这样一个注解 那么充满了一种忧患意识 那么当然了他的核心理念 就是中间这一段 所谓君子安不妄为 存不妄往 治而不妄乱 那么君子在这个社会安定的时候 要考虑到 那么社会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 不能因为说现在的社会 是政局稳定 就得以妄行 就要考虑到 可能这个危险随时都会到来 那么存不妄往 治不妄乱 讲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有这种忧患意识 那么就能够做到身安而国家保 那么事实上我们说 这个社会当中 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出现危机 恰恰在于我们对 潜在的这种危险认识的不足 所以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提到过 比如像这个 前挂九三窑的窑词 所谓吸涕若利无咎 那么他讲的就是忧患意识 再一个 那么周一当中 他强调这种变化 那么实际上也是一种 忧患意识的体现 就他认为 这个安定和危险 存有和灭亡 平质和混乱 那么这种社会的不同状态 包括个人生活的这种不同状态 它是在相互转换的过程当中的 那么不可能永远安全 而不面临风险 也不可能永远存有 而不会灭亡 所以我们说这个事实上 它强调这种变化意识 强调这种忧患意识 那么在这个地方都有体现 所以我们说 它是忧患意识的一种集中体现 强调了事物是在 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的 那我们之前讲了 那么周一他强调的就是 我在这个变化当中 发展当中 去把握这个东西 真正的这个 发展变化的这个要素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之前 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曾经提到 那么周一当中 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字 就是所谓的挤 那我们之前介绍了 挤它事实上就是一种变化原则 那么这种变化原则 这种这样的一种变化 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 那么它是由量变和质变 这两种不同因素 所共同构成的 那么事物在这个 发展量变的过程当中 那么你可能很难察觉 它这样一种变化 那么它这个时候的变化 是细微性的 不易察觉的 但是量变 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 那么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常见的 比如我们去烧水 那么水的这个形态 在这个液态和气态 转化过程当中 在它前面这个烧水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它这个热量是不断聚集 它孕育了这种 要升腾变化为水蒸气的 这样一种能量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 你在它表面是看不到这种变化的 那么只有当温度达到 那么100度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量变的累积过程结束 那么形成质变 那么到了质变的时候 显然这个时候就是 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能够认识到正确的认识 事物发展的规律 甚至面对这样的规律 你不愿意去承认相应的规律 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陷于危险当中 所以我们说这个 大家需要对这样的一个 忧患意识有所了解 实际上我们说忧患意识 它就是强调了一种变化意识 它强调认识事物发展过程当中 这种变化 然后在变化当中找到 那么新的平衡点 已达到一种新的安全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旧的平衡 被打破了情况下 在失衡的状态下 我如何在新的变局当中 找到新的平衡 事实上我们说 这样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么所以我们说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那么这是传统当中 对于我们忧患意识的一种表达 那么与我们周易的思想也是很贴近的 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古代 古人在注解孔子的这段文字过程当中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说君子再选则正 再胡则冲 再祸则反 就是君子在不同状态之下 那么有的时候是保持一种正的状态 端正自己的生活态度 那么有的时候是表示出一种非常什么 谦逊的态度 就是冲在这个地方做谦虚的含义 这样 那么有的时候呢 表示出一种什么 那么及时的翻燃灰 反悟的 那个反省的态度 那么遇到风险 那么要及时的反省自己可能出现的错误 那么小人都不一样了 小人有的时候 那么你应该保持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的时候 他总是走一些歪门斜路 那么你应该用一种谦逊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时候 他往往表现出来是一种非常骄傲的情绪 那么你在遇到问题 遇到风险的时候 在反思自己的时候 我们后边也会提到这样一种反省的精神 在应该反思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那么小人往下往是穷凶极恶 所以有的人在生活当中 我们说当他遇到风险 遇到问题的时候 那么从来没有对自身本身错误的一种反思 比如说我现在当前的困局和风险 是不是由于我个人的行为 品德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 从来没有一种反思 往往往喜欢把过程归咎于他人 归咎于社会 那么认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平等 那么认为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不端正 那我们说实际上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穷凶极恶 那么往往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所以这次也提醒同学们 要注意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 那么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里的君子和小人 那么因为是后人的注解 所以就不再是周易本身文词当中的这样一种含义 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含义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君子显然是在品德和行为上都是比较端正的 而这个地方的小人显然是在品德和行为上都是较为错误的 这样一种选择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对这样一个忧患意识的把握 事实上我们说无论是周易也好 还是先秦原始的道家也好 他往往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 那么安全与危险 那么平质与混乱之间的相互转换 所以他认为人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 那么如何去找寻一个平衡点 如何去发现对自己有利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所以在此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那么说就有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国王 那么他旁边有一个大臣 那么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有一次这个国王出列 那么出去打猎 那么就带着这个大臣一块去 结果在打猎的过程当中 这个国王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搞破了 那么非常的疼痛 也非常的尴尬 这个整个狩猎计划都受到了影响 结果这个大臣呢 在旁边却给这个国王说 说陛下您的手受伤了 对你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 结果这个国王呢 本身手受伤了之后 心情就非常烦躁 然后又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那么说你不安慰我 也就罢了 翻个来还说这种的话 恼羞成目 回到城堡之后 那么就把这个大臣抓到了监狱当中 那么过了几天 这个手上的伤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国王显然很喜欢打猎 就又带着另外一位大臣 去再次去打猎 那么这次呢 他们找了一个距离城堡比较远的地方去打猎 结果很不幸 被外面外围的这个原始的部落所俘虏 那么这个部落他们这些呢 是一些食人族 就要吃掉这个国王 结果呢 他们看到国王手上的这个伤疤之后呢 认为他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那么吃掉他呢 是一个非常不祥的这个行为 于是乎就把这个手上受伤的这个国王放了回来 那么国王回到城堡当中之后 那么立即把第一次陪自己打猎的这个大臣放出来 然后非常感激的对他说 你看当时你说这个话我还不理解 今天我才明白 那么我恰恰是因为手上受了这个伤 所以那么才免于被人吃掉的这样一种恶意 那么你当时就说 说我这个受伤啊 这样的一种事情也未必是个坏事 那么我呢没有及时到认识到你的这种远见 反而把你投到这个监狱当中 那么事实上是我这个很愚蠢的一个行为 再次我向你表示歉意 那么这个大臣呢翻个来说 说国王没有必要 说事实上你把我投到监狱当中的这样一个行为 那么恰恰也保护了我 这个国王就感到很不解了 说我把你投到监狱当中这样的一个行为 怎么会被你认为是保护你 他说您想想 如果不是您把我投到监狱当中 假如我跟着您一块去狩猎 今天 那么您回来了 那位陪您去的大臣命运又是如何 所以我们说这个小小的故事就说明了 说明在生活当中我们说危险 他有的时候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危险当中可能也孕育着机会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喜欢用这个一个名词来区别单纯意义上的危险 就叫危机 就是强调那么危险当中还有机遇还有机会的这样一种存在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所注意的 那么这是匹挂的这个内容 那好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